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人的餐桌上 横行霸道的螃蟹一直都是许多人的最爱 虽然烹饪耗时长 难度大 施起来也不过瘾 但是从古至今 他却从不缺粉丝 就连北宋的苏东坡 清朝的圆梅这样的大美食家 也都对他钟爱有加 各地厨师锦上添花 让螃蟹真正坐稳了餐桌霸主的地位 今天 味道调查员就为您准备了一份寻蟹指南 看天南海北的螃蟹还有哪些韧性吃法 一顿简单的早餐 一碗寡淡的豆腐脑 山东阑山人却要韧性地用高肥黄满的梭子蟹来助阵 豆香与蟹鲜的碰撞 那将是一种怎样的鲜味体验 看到这个蟹黄蟹膏都出来了 为了让螃蟹的鲜更直白 更净爽 慈禧人不仅要和时间赛跑 还要用呛的方法来燃爆这口鲜 这种让肠胃都会告饶的鲜到底是什么滋味 咱得快点去 已经有人在排队了 吃蟹也要讲究格调 从烹饪到搭配都极为讲究 但是秦皇岛人偏要用东北乱炖的方法来烹蟹 如此接地气 味道上会有多惊艳 就是这个碗 浙江三门有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虫壳蟹 据说它的鲜是在不断的蜕变中才能获得的 这口鲜到底有多不同反响呢 这就是跟连皮带肉一起吃 对 是吧 带着神蟹指南 味道调查员带您寻找天南海北的螃蟹 还有哪些韧性吃法 我们巡蟹之旅的第一站是山东省日照市的蓝山区 蓝山人坐拥黄海丰饶的海产资源 最不缺的就是海鲜 如果要在众多海鲜中排个名 螃蟹一定排在前列 蓝山人最地道的螃蟹吃法 那得从早餐开始 一大清早 我就来到了蒋校生夫妇的早餐店 据说他们家的早餐 不仅承包了半个蓝山人的胃 而且鲜得掉眉毛 难道蓝山人的早餐 是要霸气到从吃一盘螃蟹开始吗 这个就是咱们这边的特色是吗 我满怀期待地以为蒋大哥 会给我端上来一盘螃蟹 没想到我眼前连螃蟹的影都没看到 只有豆腐脑和一碗酱汁 说好的螃蟹呢 蒋大哥坚持让我先尝一尝 放在豆腐里 放在豆腐里 是整个给它拌开吗 不需要拌开 随着吃随着拌 就是吃一块拌一块 对啊 比如吃这一块 随着吃了随着拌了 然后先吃一块这个 有点辣的感觉 会有点辣是吧 是挺过瘾的 吃它的羊海鸡是吧 它都不脏 真的是那个蟹的味儿 然后再加上那个芝麻那种香味 再配合上这豆腐本身那种香气 所以蓝山人那一天 就是从一碗豆腐开始 对对对 吃了一口拌着酱汁的豆腐脑 我发现了螃蟹的踪迹 原来这碗看似不及眼的酱汁 它就是蟹酱 是蓝山人早餐的灵魂 用螃蟹做成酱汁 来点缀豆腐脑 不得不说蓝山人的早餐太任性了 一勺蟹酱配着一口豆腐脑 蟹鲜融合着豆香 大清早吃这一口鲜 真的是太满足了 蒋大哥说 蓝山人的蟹酱豆腐脑 一定要搭配着煎饼一起吃 那才算完成了 蓝山早餐的全部流程 虾皮拌一拌 虾皮要拌一下 里面放上一个醋 有醋 酱油 有葱 拌一拌 鸡蛋 鸡蛋也放在里头吗 对 你才拌个鸡蛋 早饭那么丰富 而且都可以包在煎饼里面 然后把那个 把这个虾皮也包里头吗 对 你才把鸡蛋把它打开 给它破开 是吗 好破 以为整个吃 这样它蛋白蛋黄摊开在里头 口感就很丰富了 再放在虾皮 这吃法真是太讲究了 类似西方的披萨一样 西方的披萨 对 很转 对 这样是吧 然后就可以了 真是煎饼卷一切 舀一口豆腐脑 再有点豆腐脑 对啊 味道就美质了吧 就凉的跟热的配合在一起 软的跟硬的配合在一起 它也好久 对 层次的口感味道 都是有好多层 特别丰富 舀一口煎饼卷虾皮 是一口蟹酱豆腐脑 内容丰富的一顿鲜味早餐 每天早晨 蒋大哥先要清洗黄豆 榨出豆浆 为了得到口感嫩滑的豆腐脑 蒋大哥必须赶在豆浆温度 达到85摄氏度左右时 点入卤水 而且要少量多次 分批加入 只有时机掌握的恰到好处 做出的豆腐脑 才能不硬不扎 这一步蒋大哥做了30年 也重复上万次 眼道手道 惊艳说话 蒋大哥用的卤水 来自海水蒸发后 获得的盐卤 豆腐脑有了海水的滋润 也透着一股鲜劲 再加上蒋大哥秘制的蟹酱 那鲜味再次被提升 要说蓝山人早餐韧性 我觉得韧性的秘密 还是藏在蟹酱中 您一开始说 拿这个螃蟹做蟹酱 我以为是那种特别小的 就是大家不要了那种小螃蟹呢 原来是用这种大的 这是缩子蟹是吧 居然用缩子蟹来做这个蟹酱 而且是鲜活的 一拖三 这螃蟹看来还是特别新鲜 然后特别有攻击力的 你看到没有 芒菜从这个码头太香了 您给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是紫色呢 它染了罢了吗 不是 不是眼泡的 它是天眼的 我是万万没想到 蒋大哥出手这么阔绰 为了获取足够的鲜美 竟然任性到 要把高肥黄满的 海鲜明爵螃蟹直接捣碎 而且为了让做出来的蟹酱 鲜味达到蓝山人 对治鲜的追求 还需要加入在一旁观战的 黄金配角皮皮虾 再看看这个虾耙子 咱叫虾婆是吧 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虾呢 你不用其他虾 比较的虾 达不是这个味道就是 什么样的味道 这个味道就是特别鲜 达就是这个黏糊就是 黏糊 就是口感上比较稠一点 对 稠一些黏糊也是 所以这个是这种虾耙子 配上那个螃蟹 做出来蟹酱是最好的 特好吃 特好吃 虾冰蟹酱集合完毕 但要想成就一缸鲜美 盐是不可或缺的调料 5000克食材 1000克盐 一切准备就绪 接下来就该轮到我出厂了 今天这一缸子的虾冰蟹酱 都得砸我手里 对不对 我真的砸过螃蟹 没砸过这么大的 这好吃 好吃 这么吃真是够奢侈的 来吧 好 这这么砸 对 火 我能感觉到 你看 破壳 对 然后那个里面的肉 黄 高 都出来了 现在已经感觉到这个 对啊 都砸碎了 对对对 已经开始碎了 下面的虾耙子也开始冻过了 看到这个蟹黄蟹膏都出来了 我总觉得这螃蟹应该赶紧蒸一蒸吃了它 现在就是你看我边砸就把它俩砸一块了 对对 味道就能融在一块了 融在一次了 对 随着越砸越深 缸里的声音也在发生变化 从最初带咳的咔咔声 到咳碎之后的刷刷声 再到成为酱苦的粘稠声 皮皮虾和梭子蟹的组合 已经不分彼此的融为一体 皮皮虾体内含有丰富的骨氨酸和肝氨酸 肉质十分鲜美 再与梭子蟹混合 就能让鲜味更上一层楼 螃蟹和皮皮虾 无论清蒸还是爆炒 都是餐桌上的硬菜 在蒋大哥手里 直接被捣碎做成酱汁 真是太韧性了 这可以了吗 可以了 咱们捞出来看一看好不好 挖出一勺来来 多粘稠你看 真的是 哇 现在是那种特别粘稠的状态了 是不是 就像您说的 为什么要用虾耙子 它的这个肉 其实不光是粘稠 它还有一些细小的颗粒状 对吧 所以口感应该还是很好的 对吧 特别鲜 特别鲜是吗 闻一下 都能闻到那种新鲜的海味 有一种大海的味道 有一种大海的感觉 大海的味道 捣碎至粘稠状的蟹酱 要进行密封发酵 为了保证蟹酱的鲜度 蒋大哥会根据季节的不同 来调整发酵和保存的时间 随作随新鲜是它永远不变的口头禅 虾蟹的黄金组合经过时间的沉淀 蛋白质转化为更有利于人体吸收的氨基酸 并形成独特的香臭味 食用之前混合辣椒酱 再用豆浆稀释调匀 一份蟹酱成就了蓝山人早餐的独特味道 把高肥黄满的螃蟹和鲜嫩的皮皮虾捣碎成酱 再和豆腐脑组合 蓝山人的早餐果然很任性 尝完这新奇的蟹黄豆腐脑 我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安徽省合肥市的卢江县 听说在这里有一位养殖螃蟹的高手陶舍华 他手中的螃蟹又会有什么任性的吃法 要想吃螃蟹先得抓螃蟹 作为江南人抓螃蟹那是手到擒来 就那两排网香是吧 对对对 这个三公是什么意思 三两的公蟹 三两的公蟹 还有更大的吗 那这五两到六两的公蟹 五两到六两 那得是个头很大了是不是 对对对 哇 这个个头 不要夹着 没事 我不怕 哇 这个 就是以前拿的螃蟹 我是不怕怕它抓我的 但这个 这个因为 哇 哎呦 不得了吗 哎呦 我是真没有防备你知道吧 就是 太厉害了啊 我这大闸蟹你知道 就是像我一个 我家破了 像我一个江南人 居然能被螃蟹夹成这样 还真的是头一则 但其实它的劲儿 可能还没有始足 对不对 对对对 要始足就不了了 对 我觉得我那个手指头 就保不住了 但是可见这个螃蟹 真的是很肥很大 真没想到 大闸蟹会用如此凶悍的方式 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而我从未被螃蟹夹过的记录 也被这只身强力壮 约250克重的弓蟹打破 我特别好奇 陶大哥给这些螃蟹 施了什么魔法 能让它们长得如此彪悍呢 一般螃蟹从大门蟹起来往下粘养了 粘养了以致命土壁的饲料 就是保持它不掉高 不掉高 不掉高 不掉肉 对 保持运动差不多肥度 陶舍华是当地大名鼎鼎的养蟹达人 拥有4000多亩养蟹水域 他的祖辈们世代生活在黄皮湖岸边 清澈的山泉水滋养着茂盛的水草和水中生物 为大闸蟹提供了优质的生活空间 黄皮湖大闸蟹长得彪肥体壮 黄满高厚 母蟹吃黄 宫蟹吃膏 大闸蟹是少数因雌雄区别 而能产生不同鲜味口感的食材 蟹膏由宫蟹的精囊和器官组成 除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A 脂肪含量极高 所以成就了蟹膏风鱼呼嘴的粘稠口感 被宫蟹加过的我 还是将目标锁定在母蟹身上吧 注意的 好嘞 今天这是温柔多了我觉得 你看这个黄 都红 真的是 从这都能看到里面透出来那个红 对 中间这一溜 咱们一掰开就特别多那个黄的地方 真的是 这一看就特别棒 特别多的黄 蟹黄由母蟹体内的卵巢 和消化线组成 其中所含的骨氨酸是构成鲜味的核心物质 含量几乎是蟹膏的四倍 这也是为什么更多人喜爱吃母蟹的原因 公蟹母蟹都已就位 那么 炉江人吃蟹到底有什么讲究呢 大哥负责挣钱养家 嫂子负责貌美如花 其实大哥是这个养螃蟹 然后您就来做螃蟹是吧 去做得特别好 那咱们今天是要蒸还是要煮呢 这个是清蒸 清蒸的啊 哎呀 绳子都准备好了 是要给它捆上是吗 对的 那咱们给它揭开 它不会跑吧 看一下啊 你拿这个母蟹 我拿母蟹时候劲儿小一点 母蟹也好一点 好拉一点 好的 来 我拿这个东西 你看啊 把它的脚 先给它按住 对 不要让它爬出来 哇 它夹着不放 哎呦 这劲儿过的 没想到经常跟螃蟹打交道的大嫂 在面对身强力壮的攻蟹时 也有点手忙脚乱 失了水准 要想任性地吃螃蟹 最重要的还是先让任性的螃蟹听话才行 先给它 把它过去 全收进去是吧 对 你现在把它从这里开始 让它这个钳子和脚都不能动了 对 是吧 然后呢 再竖着缠 再缠 就在眼睛的中间 为什么不能 那蒙起来肯定难受啊 不能蒙着眼睛是吗 对 大闸蟹的眼睛通常是检验新鲜的标准 缠现时一定不能压住眼睛 否则会加快它们的死亡 螃蟹经过捆绑 能避免在高温受热时 因挣扎而断腿破相 大嫂选择隔水清蒸的方式 料理大闸蟹 与直接放在水里煮相比 这种做法更能锁住螃蟹体内的鲜 味道会更加浓郁 这一锅螃蟹有公有母 有大有小 同时清蒸就得讲究技巧 谁放中间谁站两边 位置是极为讲究的 大个儿的公蟹放在火力旺的中间 娇小的母蟹排在两边 这样才能保证出锅时 每个螃蟹都换上红色喜庆的外衣 大嫂说这还不够 还要再给螃蟹配上一味米香 哇 年糕 螃蟹 这真是最熟悉的组合了 不过这个螃蟹炒年糕 为什么咱们这年糕是已经炸过的了 炸过了它的颜色好看一点 好看一点 吃起来也不一样 吃起来口感应该会 有一点层次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 好 那咱们这个螃蟹怎么处理呢 我们先用热水烫一下 热水烫一下 为什么要烫一下呢 烫一下它就不会散黄 不会散黄 然后到时候再一切二的时候 就不会有黄露出来 是吗 对 你看烫一下之后 这螃蟹就老实了 是吧 里面的黄也凝固住了 咱们就可以来切它了 是吗 对 从头顶里 头顶 为什么呢 这样切它黄就不会散出来 它就下面就兜住了 是吗 为了提升餐桌气场 过臭的大嫂全部选用公蟹 因为今天我和陶大哥捕捞回来的公蟹 比母蟹更肥 无论是烫蟹还是切蟹 大嫂都在极力地保护蟹膏不散 不外流 恨不得把大杂蟹的鲜封存在真空里 火 爆炒 爆炒啊 哎呀 你看 这个火大灰它一下就变红了 是吧 哎呀 你看这个颜色啊 真的是螃蟹就有一种 与生俱来的诱人的色格 螃蟹炒年糕是一道经典的家常菜 年糕有着年年糕声的美好寓意 所以在炉江人的餐桌上 当然少不了这道一头菜来助阵 炸至金黄的年糕 搭配身披橙红外衣的大闸蟹 为餐桌增添了一份金玉满堂的好彩头 接下来是我心心念念已久的环节 吃 要趁热吃啊 对 对 安排一个抹蟹 一公一抹 对对 这个身为太湖边长大的人 也没有像今天这么任性地吃蟹 一口公的 一口母的 是不是特别羡慕我啊 这个糕吃起来真的是有一种忽嘴的感觉 你知道什么叫忽嘴对不对 这是特别的肥啊 然后就觉得嘴巴都沾沾的黏黏的那种口感 吃完公的该来抹的了 看到没有 这么大一块黄啊 这吃下去简直太过瘾了 然后这 特别滋试 就那个鲜味啊 就从里面越咀嚼越往外冒 尤其是那口感是那种很结实的硬硬的口感 对不对 对对对 大哥你们这边这个腿会吃吗 也吃是不是 肯定有肉 两头开了之后 中间一吸 再这样 顺着它的 对顺着过来 咔咔咔咔咔 肉就出来了 八颗 开腿 吸水的声音此起彼伏 无论是清蒸大闸蟹 还是螃蟹炒年糕 一盘盘螃蟹菜 像他们的餐桌装点的热闹非凡 也让我体会到了炉江人吃蟹的任性 告别了陶大哥一家 我的寻蟹之旅还在继续 我要用最快的速度赶往浙江省紫西市 听说想要尝到叶鹏达做的螃蟹 是需要抢时间的 而且还要有铁打的胃才能吃得下 那么叶鹏达师傅究竟又是如何烹制螃蟹呢 他说要先带我去一个地方 哇 大哥 这停那么多车呢 哦 他们都是在收货的吧 都是在收货的 对对对 那是不是就越早的收货越好 对 咱得快点是吧 对对 我们可以下去 行行行 咱们下车 在那边在那边 我看见 哇 已经有人在排队了 走 跟着叶鹏达师傅 我也加入到了抢的队伍中 好 这可以下来了 咱们这品种真是挺多的啊 地铁 是的 是的 这个算是收货比较好的吗 不是好的 你先第一眼看到了 这个 这是小螃蟹 好小啊 这是什么螃蟹 这个是沙蟹 沙蟹 这沙蟹是咱们当地特有的吗 特有的 这真的是 你看 这么一丁点 里面小小小的 里面的瓜很多的 很好吃 就别看它小 很美味 很甜的 大姐说的 本地的嘛 黄还是挺多的 是吗 是的 是的 真不容易啊 小沙蟹是杭州湾滩土里的宠儿 这里丰富的养料 使得慈禧人的餐桌上 从来不缺小海鲜的身影 梭子蟹是慈禧人餐桌上 代客的最高级别的食材 但是想品尝它的味道 必须拥有一副铁打的肠胃 今天叶鹏达师傅 又有什么样韧性的做法呢 叶大哥 这个螃蟹真的是分量十多 对 真的是 这一只得有个 六七两多 其实你从这个外头就能看出来 这个是母蟹嘛 对 然后你看这个肚子这块 对是齐 对 这块就特别特别红 那这么大的螃蟹 咱们今天要怎么做呢 今天呢 我们做一个 这里当地非常特色的一个 用盐盐的咸枪蟹 很多海鲜其实是用不着烹饪 可以生吃的 嗆蟹就是其中的代表 用最新鲜的活蟹为原料 独特密质配方腌制 滋味鲜美 口齿留香 对于爱螃蟹的慈禧人来说 嗆蟹就是心间最爱 是怎么也割舍不掉的那口鲜 所以很多慈禧人 就像叶鹏达师傅一样 去跟时间赛跑 天不亮就去排队抢蟹 慈禧人为了这一口 还真是任性 螃蟹的鲜本就极鲜 叶师傅要怎么呛 才能鲜上加鲜呢 第一步呢 先要化水 要什么 要化水 为什么叫化水 就是说我们自己煮盐 盐卤水 这个是一定要选择是粗盐 为什么一定要用粗盐 粗盐呢 相对来说 它的矿物质含量比较好 跟细盐的话 两个盐是不一样的 盐卤水呢 一定要冷透以后 才能净 才能把这个螃蟹泡在一口 为什么呢 因为为什么 你这个蟹如果是热的话 这个蟹马上就凑掉了 因为我们这个蟹呢 还要去冻过 如果这个螃蟹里面 这些菌就杀掉了 可以杀掉了 所以说呢 相对应来说 我们这样的 这样的话呢 就吃起来比较安全 第一个是安全 活的话 胭脂的话 它的膏呢会散掉了 味道还不一样一点 所以现在冻完之后 它那个黄儿不会散 对对 那这个洞 它所谓洞得到多少度 零下二十度 零下二十度 对 大概需要十二小时 十二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 洞完之后 然后咱们再可以 接着进行下一步 活动就是把活泵乱跳的螃蟹 放进冰箱速冻 螃蟹浴冷 进入休眠状态 当温度继续下降 螃蟹原本丰富的蟹黄 变得红艳 均匀地分布在整个蟹壳里 这样做出的红高呛蟹 不仅肉质不散 鲜味也能完全被锁住 那现在咱们就可以 把这螃蟹放到 这个盐水里头了是吧 是的 好的 咱们开始吧 我看你好像是 对 一定要 把壳朝下 一定要把壳朝下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这样更加让这个蟹 更加容易 把这个盐卤 更加容易吃进去 因为这个蟹 我们盐卤的时候 一定达到 一定的盐卤的话了 这个蟹会浮起来的 这个蟹就会像 在死海里一样 是不是 对 它会浮起来的 是吗 对 对 所以这样飘的话 它这样倒过来 倒过来 它就让它这个膏 静下去 它这个膏能够倒沉下去 然后把这个盐卤就 下下去 好 真是每一步都有讲究 所以这个螃蟹是倒着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水 倒进去了 在750毫升的水中 要加入500克的粗盐 在这样的高浓度盐水中 浸泡12个小时 不仅能杀菌入味 还能使红糕更加鲜红 冻螃蟹用了12个小时 腌螃蟹用了12个小时 24个小时之后 螃蟹呈现出一种 油亮的光泽 红糕呛蟹也露出了 它的真容 哎呦 我已经看到 那个红色了 看到吗 哎呀 真棒 是不是 对 所以这儿就能完全 看出来了这个红糕 对对对 对吧 对 在这儿 慈禧人的红糕呛蟹 蟹肉和蟹黄都呈现一种果冻状 吃的时候 嘴要用一种独特的方式 连作带咬 就是这种口感 就是吸溜一下进去 然后呢 马上那个螃蟹的那种鲜味 就出来了 就出来了 尤其是这个黄 你难以想象生吃 会是这种口感 对对对 很滑 很嫩的那种 对 是的 吃了嫩滑滑的红糕呛蟹 我正在为自己成功 打入慈禧美食圈而高兴时 叶鹏达师傅说 红糕呛蟹只是入门级的 接下来还有豪华级的韧性吃法 那么它将会是一道 怎样的美食呢 今天呢 我们来做一个活呛 活呛呀 对对 这是生的是吗 对对对 都是鲜活的东西来做腌制 而且是短时间内 我们来吃的 听叶鹏达师傅的讲解 我明白了 虽然都是呛 但是制作流程 却非常不一样 红糕呛蟹一把盐 外加12个小时的腌制时间 是它最好的调味剂 但是对于活呛来说 需要在短时间内腌制 所以各色调料就非常重要 这么讲究 那么多东西 放点生姜 生姜 因为为什么放这个东西呢 生姜 大蒜 葱 都可以杀菌 杀菌还能去 去掉一些腥味 去掉腥味 对对 为什么要放糖呢 糖呢它能提鲜 提鲜 对 调料准备好了 鲜活的小海鲜 放入调料的先后顺序 也非常讲究 沙蟹外壳坚硬 难以入味 需要浸泡20分钟 活呛的小海鲜 在20分钟之内品尝 这才是慈禧人的极致鲜味 你看它这个饺子 看里面这个黄 虽然小 但真的是很饱满的 它还在挣扎 就这么生的事 对 就捉一下这个黄 这里而且有一个最深的一个词 叫炸炸 就是炸炸鲜味 这个叫炸炸 是不是 炸炸鲜味 我们一起来炸一下 夜幕渐渐降临 客人也纷纷入店上桌 小海鲜在这里当起了主角 为美味食客 奉献上一朝海鲜盛宴 来 给大家上个菜了 来来来 来来来 来 很高兴 一看就很喜欢这个 这个还活着 我就特别纳闷 这个生的活着 你们就这么吃吗 对 这个慈禧人会吃 其他地方都不会吃 是说咱们慈禧人 从来都是这么生吃 所以肠胃就适应了 是吧 对 怎么样 很棒 好棒 好香 肉很紧 肉很紧 你气得消失了 现在什么 现在什么 现在 现在 小舌头掉下来 我都听说过眉毛掉下来 没听说过小舌头掉下来 我们实际就在讲 十六年来 在螃蟹的烹饪方式上 叶蓬达师傅一直在探索 尽一切可能地保留住螃蟹的本鲜 为慈禧人锁住了那一份韧性的鲜味 我的同事杜宇扬听说了我的这次寻蟹之旅之后 也迫不及待地想向大家展现他所寻找到的螃蟹美食 听说他找的这种特色吃法也挺韧性 好好的蟹愣是给乱炖了 味道究竟如何 咱们一块去看看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青黄岛市的海港区 要想了解一个地方的饮食习惯和文化 最好的方式 就是跟着老百姓一起 深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去 去菜市场逛逛 每天清晨的菜市场呢 集合了当地最新鲜最实力的蔬菜和各种各样的食材 可以说市场就是一个城市生活的名片 那么秦皇岛的这张名片 不用问了 就是海鲜 俗话说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仅靠渤海的秦皇岛人自然离不开海鲜了 和魏秀琴阿姨逛着市场 在这让人眼花嘹亮的海鲜里 魏阿姨首推的就是螃蟹了 那么这渤海一带的螃蟹有何不同 老秦皇岛人又会把这螃蟹吃出什么花样呢 你看那小螃蟹多新鲜 各个活 太小了 这个螃蟹 而且它味道好 它是我们当地的特色 就这种小螃蟹 对 这不是赶海的 只要是顺手抓着玩的吗 不是 这身也有大呢 有小的 这是这个季节的最肥的一个小蟹 这种小螃蟹没肉怎么吃啊 我们可以立场做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些特色的菜 这个北方的 我们这样做就非常好吃 就用这种小螃蟹做 对 这种体态小巧 身姿灵活的花盖蟹 学名叫做石甲虹 别看它个头不大 但却生性好动 这种螃蟹的主产区 就集中在我国的渤海和黄海一带 魏阿姨说 石甲虹的肉质十分细腻 本地人烹饪的方式比较独特 至于怎么做 魏阿姨倒先卖起了关子 只说是一种很多人都没有见过的螃蟹做法 螃蟹买完了 我以为要回家开始制作了 魏阿姨说 别急 还得继续买 这种被当地人称为红夹子的螃蟹 其实和花盖蟹是近亲 都叫石甲虹 但不同的是 红夹子的身体在活着的时候 也泛着红色 尤其是它们的两个大蟹钱 比起其他螃蟹要粗壮许多 红夹子的称号也由此而来 听魏阿姨说 这种螃蟹的蟹钱 要比蟹肉蟹膏还要好吃 小花盖 红夹子 这两种螃蟹的味道都十分让人期待 但魏阿姨却说 刚才挑到的这些螃蟹 只能算是螃蟹宴中的配菜 作为主菜的螃蟹 必须更加鲜美 看来还得继续买 先不说制作出来是什么味道 就魏阿姨买螃蟹的架势 确实是挺任性的 这边是说梭子蟹了吧 对 这就是梭子蟹 而且这个螃蟹就是 它的味儿鲜 然后还是特别肥 其实我这也是梭子蟹 我觉得里边黄色特别多 对 你看这个蟹 我们在挑选的时候 这个盖一定要让它是青色的 青色 青颜色 再有我们就掐掐它这个 也是掐腿 掐腿 这个就不错了 满载而归 拎着一兜子的极品螃蟹 跟着魏阿姨回到家 一顿秦皇岛风味的螃蟹大餐 即将上演 看来我马上就能揭晓 魏阿姨螃蟹的秘密了 都摆上了 对啊 梭子蟹 花盖 红茄子 红茄子 对 红茄子 说实话 这些螃蟹要都给我的话 我就蒙了 我可能就都下锅煮了 或者都蒸了 我看今天这个食材 和这原材料摆的 好像不只是蒸吧 不只是蒸 都是当地的做法吗 对啊 都是当地的家常菜 你看这小螃蟹吧 这小螃蟹是它主要是盛产于我们这个部分 我们当地的家庭做法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茄子 还有土豆来做这个小螃蟹 茄子和土豆 对 螃蟹加上茄子土豆 这是一种什么组合 难道是秦皇岛版本的东北乱顿 魏阿姨告诉我们 这是他家平日里常吃的一样家常菜 花盖蟹个不大 肉不多 但是味道极鲜 所以就用这螃蟹的鲜味来烹煮蔬菜 这样茄子和土豆也就有了海鲜的味道 做法看上去很普通 但背后却也深藏学问 我们都知道 茄子是餐桌上常见的蔬菜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和钙的含量 甚至比西红柿高营养价值可见一般 螃蟹是一种高蛋白的滋补神器 但中医认为 螃蟹和茄子都属含量之物 吃多了会对肠胃不好 在菜肴中加入土豆 就能很好地化解含量 有了茄子和土豆这两个伙伴 这高大上的螃蟹 瞬间就接地气了 我现在得是强忍着 后边飘出来那个香味 然后做下一个菜 下一个做哪个 做这个 红夹子 这红夹子怎么做 用红夹子蒸蛋 蒸蛋这两个像鸡蛋糕那样的东西吗 对啊 但我刚才听您那说的意思是 把这个肉要踢出来 对 先把这个爪给它掰下来 给它掰下来 很多人在吃螃蟹的时候 会对黄满肉肥的母蟹情有独钟 而秦皇岛的红夹子 却以蟹钳粗大的弓蟹为上等 将蟹钳肉取出放在蒸蛋里 就是当地人最爱的一种做法 蟹钳肉在蒸制的过程中会吸收鸡蛋的清香 肉质也会变得更加富有韧性 更重要的是鸡蛋也会吸饱蟹肉的鲜香 这样鸡蛋羹也就有了螃蟹的味道 好 这是到最后一道菜了 终于到梭子蟹 对 梭子蟹我觉得还是清蒸的好吃吧 那不见得 不见得 因为我们秦皇岛的特色 就爱吃家常的叫葱烧蟹 葱烧蟹 我就听过葱烧海参 没听过葱烧蟹 那今天咱们就试试 那这个怎么做 这个螃蟹要怎么处理 那这个螃蟹吧 我们首先先把这个盖给它揭开 看 哇 这个环 好吧 新鲜 而且满 这样一蒸出来之后都 绝对漂亮 漂亮 漂亮 魏阿姨接下来要做的这道葱烧蟹 就是今天当仁不让的螃蟹宴的主角了 把桌子蟹切块 加入少量淀粉 这样做是为了让蟹肉在下油锅的时候不会松散 在葱姜的辅佐下 锁子蟹已经爆发出强大的杀伤力 最爱锁子蟹的我已经控制不住了 我尝尝那个葱爆蟹 葱爆蟹 锁子蟹 这块是锁子蟹里最好最肥的 对 是吧 那些厚端 你尝尝这个厚端这个肉特点嫩 其实我平时吃锁子蟹吃的就是那个本味 我没有想过说锁子蟹加了好多调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这加了其他葱姜的那个味道 这个蟹肉更香了 对 我来看看这个 螃蟹 哇 土豆 茄子 其实我最好奇就是这道菜 你尝尝 尝一尝 这个味道 我不吃螃蟹了 是口茄子吧 你尝尝那茄子肯定就是味儿 特别入味儿 这道菜其实我们老家也有 但是我小时候吃过吃的时候就是我奶奶当年我做的 至少我上一次吃这道菜应该是十五年前了 所以我吃这第一口这个茄子的味道就是 这道菜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茄子味道里边 侵入了这个螃蟹的那个鲜香味 对 对 我吃完之后其实吃到全是回忆 可不是 奶奶现在身体不好也做不了这道菜了 再尝尝 多吃一下 好吧 就是这味儿 就是这味儿 魏阿姨和老伴儿如今都已经退休 老两口平日里最大的爱好就是研究各种美食 尤其是本地海鲜的做法 蒸蛋上放着蟹前肉的新奇搭配 桌子蟹加上葱姜的爆炒组合 土豆茄子与螃蟹包在一起的秦皇倒乱炖 这些做法都是夫妻俩的心血 这一桌丰盛的螃蟹宴也唤起了我儿时的记忆 吃过了魏阿姨的螃蟹 我马不停蹄地赶往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 听说那里的青蟹不是所有养蟹人都能养得出来的 而李倩华大哥却是养殖青蟹的高手 还不赶紧跟着他下蟹堂 咱这回一共放了几笼吗 五笼 是那个是吧 对 小竹竿 小竹竿 好 以往杜老师说 收啥吃啥 青蟹你少钻几个 好 今天不用吃了 不要蒙我 这往长着呢 蟹都在底下呢 这么大 这次都一斤都了 看这家子就已经做好决斗的准备了 这个很凶的 但是这只螃蟹 主要数量点少吧 这收获行吗 你觉得 不是 这不是我们今天要的 这不是今天要的 这不都是青蟹吗 不一样 我们去找一种特殊的 在蟹堂里兜兜转转两个小时 捞起来的螃蟹倒是不少 在我看来 好像长得都差不多 但是李大哥说 这都不是他要找的 他要给我找到一种可遇不可求的蟹 能否找到 就得看缘分了 这是第二笼是吧 对 蟹应该是有 但不一定是我们要的那种 还不错 可以可以 今天有了 找到了 你看 它边上有一圈 壳都裂了 这壳裂了 那不就是坏的旁边吗 这只蟹马上就要退壳了 这叫退壳的蟹是吗 是的 现在它是最饱满的 就是说 现在这个蟹的状态是处于 要退还没退 这壳刚刚开始开裂是吗 是的 第一步 你看 这条线很清楚 它直接就可以裂开了 好明显 好明显 可以可以 这么软 舒服吧 那它里边其实 正常的状态是 这个壳掉了之后 里边就慢慢形成 一个接近的壳了 是吧 对 这个只是在第一步 还很软 平时见不到 我觉得我吃螃蟹 见的螃蟹已经够多了 但是这个状态的螃蟹 没见过 横着走的螃蟹 见过不少 这两层壳的青蟹 倒是头一次见 李大哥要找的 就是这将要脱壳的虫壳蟹 他告诉我 青蟹一生要脱壳13次 每次脱壳之前 都要积蓄足够的营养和能量 所以这个时候的青蟹肉最肥 但脱壳的时候 是青蟹最柔弱的阶段 一旦出水 就要尽快处理 各色小海鲜都已被齐 就差一个掌勺的大厨了 此时登场的厨师 就是李倩华的妻子 谢碧波 陆老师 这是我孩子三娘 扫子好 扫子好 这就是咱们补的那个 叫虫壳蟹 是吧 是 这个怎么处理呢 我看他准备了这个工具 对 我们都有送这个工具 这个叫什么呀 蟹针 这叫蟹针 对 怎么使啊 这样的 对着这个肚脐尖 最尖的这个地方 蒸旁也直接上锅蒸 不就完了吗 上锅蒸的话 因为它是活的状态下 它会蒸扎 蒸扎的时候 蒸出来可能就断腿 那您刚才扎的这个位置 应该是蟹心的那个位置 是的 它对应的里面 就是蟹心的位置 你看它的腿看得出来 你看腿已经呆了了 蟹壁波告诉我 青蟹力气很大 性情刚烈 处理时稍不注意 就可能被青蟹的钳子夹到 所以要先用蟹针 扎透蟹心 这样既能让处理的过程更安全 也能避免烹饪时 青蟹因为挣扎而破相 蟹壁波自己最爱吃的是蒸蟹 而李仙华最爱的则是干烧 不论哪种做法都离不开黄酒 蒸蟹的水中要倒入黄酒 这样烧开后就会形成带有酒香的蒸汽 在保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达到去腥的效果 干烧要用到更多的黄酒 螃蟹壳朝下放进锅里 然后倒入大量的黄酒 用小火慢慢地把黄酒烧干 等到酒香完全渗透进螃蟹就做好了 而此时站在一旁的我 口水都快要流干了 真的假的这是 我看了 一定还有一层的 其实这个就不叫咳了 叫皮了 对 太满了吧 我先把皮解开 这就是给连皮带肉一起吃的 对 是吧 在它变成咳之前 有一点咸咸的 有一点咸咸的 然后又吃到里边那个黄 又特别甜 特别鲜 还好过瘾 而且这个皮是很筋道的感觉 对 甚至有没有一点沙沙的感觉 有一点瑟瑟的感觉 是吧 有 因为如果单纯把这一口放到我嘴里的话 让我自己猜我不知道吃的是什么 到底是哪个部位肯定想象不到 原来是螃蟹变壳之前的那个皮 绝了 那我就把这块吃了呗 我觉得有些时候啊 这个食物戳到我的点的时候 我已经顾不得什么吃相了 没事 放开吃吧 甜 鲜 加上口感是那种 丝状的肌肉的那种感觉 是的 关键是今天还没有想到吃到了螃蟹皮 好 明白来 蟹肉 蟹膏 我是吃过不少的 但吃到这肥厚的螃蟹皮 还是平生头一遭 里面这层蟹壳融合了酒香 嚼起来筋道弹牙 也正是因为这层软壳的包裹 蟹黄 蟹肉中的鲜美汁水完全不会流失 达到了类似于焖煮的效果 鲜甜多汁的口感令人回味无穷 我还感慨着这虫壳蟹的鲜美 蟹壁波已经在有条不紊的烹制各色小海鲜了 南美白对虾裹上面包糠 炸至金黄 这是一对女儿最喜欢的美食 油焖大虾传统的家常料理 这份香甜是对生活最好的滋润 鲜活的血汗无需复杂烹调 白水煮就是一道鲜美的小菜 肥美的称子要加盐水煮 称壳打开 就像展开怀抱迎接人们的品尝 蟹壁波做菜的速度极快 但过程却一丝不够 这是每天在店里快节奏的忙碌中 练就出来的功夫 对于一家人来说 出自他手的味道独一无二 并且难以替代 你看那你们俩的店 从开始到现在八年了 这八年当中心态有变化吗 刚开始吧 只是想要多点时间陪孩子 一家人能够在一起 然后后来的时候 生意还挺好的 我们的生活也都有改善 现在吧 我觉得就是 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吃到 我们三能这么美味的海鲜 对 我觉得除了生意这一块 全家人其乐融融的 两个女儿 两件小棉袄啊 还没有时间照顾孩子 没有时间 你会很忙很忙很忙 你吃饭 你吃饭 吃饭 这几年生意红火了 李千华夫妻俩 陪伴家人的时间便越来越少 今天人们早已不会因为 物质的短缺而发愁 困扰我们的是日渐忙碌 而疏忽对家人的关爱 一桌令人食指大动的小海鲜 是李千华夫妻俩 独特地表达歉意和爱的方式 我相信 这对可爱的小女孩长大之后 这顿团圆饭 一定是他们最美好的回忆 一份寻蟹指南 我们今天的调查非常圆满 在兰山这家开了三十多年的早餐店里 一碗平淡无奇的蟹酱 只是调味之选 蒋孝生却用高肥黄满的梭子蟹 和鲜活的皮皮虾捣碎制成 这看似不起眼的早餐 是他们在食材选择上的慷慨 一份螃蟹炒年糕 一份清蒸大闸蟹 最普通的做法 却吃出了一家人最幸福的味道 这一桌飙肥体重的大螃蟹 是陶舍华夫妻俩 对螃蟹养殖的严格把关 这与众不同的螃蟹味道 是他们对螃蟹肉质高要求的坚持 与时间赛跑的叶蓬达 每天凌晨去抢海鲜 他将鲜活的螃蟹冰冻 未经烹饪便可直接上桌 这种独特的制作方式 是他用16年的时间 结合螃蟹的特性 量身打造出的 最能保留住螃蟹鲜味的做法 这是他在烹饪方式上的创新 魏秀秦老两口 用螃蟹给茄子和土豆做点缀 用蟹前肉给蒸蛋做配角 甚至还用梭子蟹 搭配葱姜一起爆炒 看似暴殖天物的做法 实际上却是他们对螃蟹做法的钻研 不论南方 北方 中国老百姓的餐桌上 螃蟹一直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地位 一只蟹 一双手 无数道关于螃蟹的美食 便呈现出来 手艺是智慧的体现 热爱是味道的源泉 我们下期见 不论了 我们下期见